那你也不能怪我呀 那谁让咱溜出老牛肯定操了 你说是吧 姐 叫什么呢 没大没小的 散了 打个电话的功夫 就给你关了 这么说话也 刚才欠我们通信程算了 你要是欠我呀 还不如把他签谈 刚在世锦赛拿了金牌 说实话 我打信仰也挺喜欢他的 你说 刚拿了冠军就收起金牌 在这儿打赔练 我这个第二呢 却坐在这儿 吹着初夏的暖风喝着茶 实力再强的选手 也不可能自私敌一样 第二 第二 也是世界第二 很不错吧 熙冉 明天晚上食堂有一场清宫宴 是给世锦赛冠军的 算了 我不是东仙城的人 你这样做不合规矩 准时到 谢了 客气了 我今天一早起来 就把翠山和西库运好了 还特地收拾了一下头发 叔叔阿姨 应该会对我满意吧 要是我爸妈也看脸就好了 像我一样 肯定立马就过滚了 我在你这儿 真的只剩这张长相了 有点不计其数 我不然也不会让你见我他们的 好 刘叔好 刘叔 这是宿舍楼 男的住二楼 女孩都在房子 刘叔 刘叔 早上起太早了 还凉起开窗呢 刘叔 感觉你住的地方都长得差不多 有没有想我 想你 我 跟你说点好笑的事情 跟你说点好笑的事情 其实一开始 我爸是不想见你的 但是他没敢直说 怕我外婆不高兴 他就说 我们俩刚谈 还早呢 不着急带回家 管管管难过 但是后来 我比赛那周 我爸给我打电话 他突然就说到你了 我都没有跟他提 是他主动说的你 他说 知道冷门体育项目发展的难处 说那些 功成名就之后 又回报的人特别少 但是你做到了 他就夸你说 他就说 哎呀 这个小林不错 真不错 东京城的孩子有福了 那看起来这一难关 已经过了 然后他就问我 你什么时候过去 还要跟你好好聊聊 还好你跟我说了 还好你跟我说了 一会儿路上好好想想 跟叔叔聊什么 我 我还有一件事 怎么了 呃 就是 我 我那个 那个 完了一周 就是 在沈阳比赛完 大家都兴致勃勃地 讨论是那运动会的事 我满脑子都是这个 嗯 嗯 我想原来 你觉得很快 没什么 天哪 马上衣手 有什么 我有什么 有什么 你要我的 不管怎么样 得先确认有没有 先去趟医院吧 应该还来得及 不用先去医院吧 是不是先去药店 然后可以自己再加策啊 对 那我去买